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从古代开始就有这样的说法 萝卜上市,南中下市 可见白萝卜从古到今都被人们推崇 它是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 民间也有句俗话 东吃萝卜,下吃姜,不用医生,开药番 白萝卜含有木质素 木质素可以提高菊氏细胞,吞射细菌 异物和坏死的细胞 从而加强人体的免疫能力,起到抗癌的作用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能使白萝卜抗癌能力提高10倍的方法 这个吃法还能够降伤高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白萝卜 先把萝卜皮消除干净 然后取出一小节,再把它对半切开 白萝卜除了可以降伤高、抗癌还有其他的功效 中医认为白萝卜胃肝、性凉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尤其是冬季、空气干燥、天气多变 亦引起感冒等多种疾病 适当地吃一些白萝卜可以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因为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 维生素C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 再者,白萝卜有促进消化能力 白萝卜被称为人体质量消化剂 根筋部位有淀粉酶和各种消化酶 能够分解食物的淀粉和脂肪 白萝卜当中的介质油可以促进胃肠蠕动 帮助食物消化、解除胸闷 抑制胃酸过多 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具有解毒的功效 白萝卜可以抗癌、防癌 患有癌症的病人可以多吃一些白萝卜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细胞的生长 白萝卜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半个洋葱 洋葱最好选择这种纸皮洋葱 洋葱它是一种低调、普通、十分健康的食材 多项研究发现 它可以起到增强新陈代谢的能力 能够抗衰老、预防癌症、冠心病 恶性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作用 另外洋葱还有很强的抗菌能力 有助于降低食物中毒的危险 有营养专家建议 每天吃一个洋葱 对于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洋葱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洋葱炒鸡蛋、洋葱炒牛肉 与鱼类一起吃 或者是与其他的蔬菜一起制作成蔬菜沙拉 洋葱是目前所知的唯一含有前列腺素A的食物 前列腺素A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连稠度 因而能够起到降血压 减少外周血管和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目低 所以经常食用 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另外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做肋皮环素 这种物质是最有效的天然抗癌物质 能够阻止体内的生物化学机制出现变异 控制癌细胞的生长 所以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另外洋葱所含的微量元素里面有一种锡 锡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 能够消除体内的自由基 增加细胞的活力和代谢能力 所以也有防癌、抗衰老的作用 经常吃一些洋葱对于各种癌症的风险又非常有益 如皮肤癌、结肠癌、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 洋葱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用手抖散再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切几片生姜 生姜它不仅是一味调味品 它的药用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生姜含有类似于水洋酸的化合物 能够稀释血液中的稀释剂和抗凝剂 所以有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等作用 生姜不需要太多 三四片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切成细丝 切好和萝卜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几朵干香菇 提前用清水给它泡发好 泡香菇之前我们先把香菇清洗干净 然后泡香菇的水也不要倒掉了 香菇是一种非常有益身体的菌类 尤其是香菇的菌盖部位 还有核糖核酸这些物质进入人体之后 具有抗癌作用的干扰素产生 所以具有抗癌、防癌的功效 它还可以降低血脂、降低血压 香菇当中含有的香菇素 能够溶解胆固醇 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 而香菇中的个氨酸、氧化酶 以及一些核酸物质 可以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预防动脉周样硬化、肝硬化等疾病 再者,香菇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 香菇中的水提取物对人体过氧化有清除作用 也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常食用香菇还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香菇还可以提高免疫力 香菇中的多糖可以促进T08细胞的生成 提高它的活性 加强机体免疫力 香菇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维生素B1、维生素B2等B族维生素 对于改善抑制 皮炎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使用香菇还可以预防皮肤炎症 总之香菇是一种菌类 对人体有非常大的保健作用 香菇我们把它切成细丝 然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先把萝卜和香菇倒入砂锅中 再把泡香菇的水也倒进来 不够的话再加点清水 然后先开大火 把香菇、萝卜、生姜先煮10分钟 10分钟之后打开盖子 就能闻到一股萝卜香和香菇的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洋葱倒进来 因为洋葱不宜久煮 久煮会破坏它的营养物质 然后用勺子继续搅拌均匀 再煮上5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在出锅之前 我们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胡椒粉 简单的调一下味 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装碗 开吃了 这道汤它特别适合在饭后喝 因为它没有放油 喝起来比较清淡 但是萝卜和香菇的香气非常的鲜美 萝卜加上香菇 抗癌作用非常好 还能够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 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 或者是癌症病人 可以多吃这道汤 香菇这样吃 能够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 同时也能够清理血管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食材都煮得比较软烂 大人孩子都是可以吃的 特别适合在冬天能够提高抗病能力 预防感冒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